能够和贫僧打成平手的 世上没有几人 今天就到此为止 希望将来有机会 能够和阁下再叫高低 好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摩志是吐蕃国名王 护国法师大伦寺助持 武功极高 性情自傲 聪慧过人 过目不忘 在少林寺看了一遍三本武功秘籍 变成道背如流 翻译成梵文 这种智商 本作天龙四诀绰绰绰有余 但是旧摩志却因为痴迷武功 强烈一金睛走火入魔 后背段玉吸取全身功力 但也因祸得福 从此钻研佛经成为一代高僧 旧摩志前期虽然卑鄙无始 可是一生从未杀过一人 原因我们后面来说 在天龙这个武侠游戏世界当中 旧摩志虽然不是顶级大号 但是段位也是相当的高了 出场的方式更是高调的不行 旧摩志为了得到六脉神剑 拿到天龙四 其送给天龙四的书线都是银字金尖 吐司高雅虽然不依盲邪 却神采飞扬 端玉看了一会儿 便要经养亲近之一 旧摩志见到骷龙大师 便立即道出骷龙所处 哭传至奥秘 由此可见 旧摩志佛法高升 要不他每五年 开一次的佛法讲座 全副的玩家都一票难求 而后旧摩志不是一人 凭借火焰刀 立刻保定第五人的六脉神剑 库仑大师为了不让 六脉神剑的剑谱 落在旧摩志的手上 便让端玉看了一遍剑谱 而后用羊指烧毁了剑谱 旧摩志发现 端玉记者六脉神剑 被强行带走了端玉 逼端玉写下剑谱 半路上被阿珠阿璧吃鸡 就走了端玉 旧摩志眼睁睁看着一次 升级的机会没了 好在旧摩志 在慕容赋的建筑物 又见到了端玉 而后慕容赋知道 端玉是大理狮子之后 有意拉拢端玉 瞧瞧端玉说出 旧摩志会无相截止 蔡瑟西在大理杀死玄碑大师 之后嫁祸给慕容赋 慕容赋之后有理由 和旧摩志干一场 可是慕容家三个人 也不是旧摩志的对手 也是从这里开始 旧摩志就看不上慕容赋了 什么北桥峰南慕容 浪格虚名 可是没过多久 他就发现 只有南慕容是浪格虚名 端玉在情急之下 施展六脉神剑 旧摩志不敌跳窗逃走 后来在狼魂一动 他偷学了小无相公 因不敌黑鹰慕容国再次逃走 一代高僧能打能跑 也算是不得了了 旧摩志没了端玉 又发现了一个升级的好方法 那王也渊就是个活的无辜秘籍 便把王也渊抓住 换上森毛 要带回吐蕃 半路被段玉发现了 可是段玉的六脉神剑 实灵是不灵的 旧摩志又抓住了段玉 他发现段玉对王也渊 似乎不一般 便用王也渊新游戏段玉 段玉只好将六脉神剑的剑谱 告诉了旧摩志 只不过这剑谱是逆序的 想着旧摩志 练功走火入魔 段玉就可以逃走了 这旧摩志也当真是个练武奇才 逆序的哨泽剑剑谱 旧摩志竟然冲破玄关 练成了六脉神剑中的哨泽剑 然后在继战中 又再次打败了慕容副 更加不把北乔峰 南慕容放在眼里 可是这时候 传了一阵热血沸腾的声音 乔峰的降龙十八掌 将旧摩志震得连连后退 旧摩志反而塞了一把 在用乔峰厉害的同时 不忘夸夸自己的武功 旧摩志此时已经受了重伤 可是他强忍着 不容在慕容副面前吐血 否则会被慕容副笑话的 直到没人的地方才口吐鲜血 旧摩志休养了将近15级 内伤才养好 可是回想起和乔峰的队长 仍然心有余计 要不是旧摩志内功高强 恐怕早就命丧皇权了 旧摩志无意间发现 尤坦志修炼一斤精 并猜谎说一斤精是土拨国的国宝 从尤坦志手中骗来了一斤精 如同获得至宝一样 想着练成一斤精就可以称霸国服了 修炼一段时间之后 并在9月初九 少林寺用小无相攻 就从少林72绝技 立刻少林寺中高僧 就在众僧束手无策的时候 虚珠看出旧摩志用的 不是少林72绝技 而是小无相攻 旧摩志便和虚珠打了起来 可是虚珠到了一个超级无意大好 旧摩志根本打不过 新一的旧摩志早就发现 少林寺有女子扮成僧人 便打算虚珠四个逼你的头发 争论逃走了 而后在少林寺看了一出好戏之后 跟着慕容伯要和乔邦父子对决 之后扫地僧出来 只说旧摩志经常来藏金阁偷看武功秘籍 用小无相攻催动少林寺72绝技 看似威力无比 实则遗害无穷 现在已经伤及五脏六腑 加上旧摩志强烈一金阶 已经走火入魔 每日子五十分便会痛入骨髓 让旧摩志放弃一金阶 潜心修佛 旧摩志根本听不见扫地僧的话 扫地僧便不再强求 等扫地僧化解慕容伯和小兰山的恩怨之后 旧摩志一看无力可毒便离去了 再次出场便是西夏公主招驸马的时候 旧摩志陪伴吐伯高王子来到西夏竞选驸马 此时旧摩志已经病入膏肓 每到子五十分浑身难受 再这样下去性命不保 这天晚上 旧摩志看到 慕容伯将王爷和段玉推下枯井 便要挟慕慕容伯让其离开西夏 不要和吐伯王子征驸马 慕容伯发现旧摩志已经走火入魔 并让旧摩志打下枯井 用大石堵入了井口 在井底的旧摩志真气逆行 身体就像要爆炸一样 在吸气段玉的时候 被段玉的北冥深宫吸干了全部内力 等旧摩志醒来之后已经恢复神志 经历了生死之后 旧摩志大彻大悟 他本是佛门中人 号称之心却比常人还重 佛门之人借陈池探 旧摩志却身陷陈池探 数十年追求武学 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所有知识更是跟佛门毫不招边 如今武功全世 数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且也让旧摩志彻底看清了世事 感谢段玉的救命之恩 特段玉将一金金还给少林寺 并拥有四方弘扬佛法 终成一代高僧 旧摩志在耍无赖的期间 为杀过一人 我分析一来旧摩志本是佛门中人 地位尊贵 而杀戒在佛门是罪孽深重 旧摩志还是有底线的 偷骗撒谎 这些他都可以做 唯独杀戒不能破 二来金庸先生写旧摩志的原型 是北宋时期吐蕃 般若旧摩罗 著名的一经师 为佛教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金庸先生不可能让大师背上杀念 旧摩志一生达到两个巅峰 武学佛学 试问时间 有谁能一生达到两个巅峰 旧摩志能 旧摩志云游之后回到吐蕃 伏学造诣更上一层楼 有时他也会回想自己经历的人和事 听闻乔峰为了辽宋和平 混沌雁门关 他不禁叹了一口气 对于英雄他无限钦佩 又听闻一心复国的慕容副疯了 多情的段誉出家了 和尚出身的虚竹身边都是美女 旧摩志笑了 笑命运的虚竹 笑自己也是命中之人 旧摩志抬头看了看夕阳 感谢观众们 我们下期见